妻子怀孕了 却说孩子不是我的 我犹如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我的五年婚姻 终究成了一个笑话 我提出离婚 后来她哭着求我 孩子是你的 你不要走好不好 没有你 我根本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 那就别活了 我站在阳台上 看着妻子柳如烟 被一辆豪车送回来 跟她一起下车的男人 很高很帅 但很陌生 看来她又换了新男友 这些年 我老婆换男人如换衣服 隔三差五 送她回来的车就变了样 人也变了样 而作为一个坠婿 我在家里毫无地位 根本奈何不了她 我连提离婚的资格都没有 我老婆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气飘飘 日子过得很滋润 她的闺蜜称她是人生赢家 确实名副其实 四 手指一疼 我才发现香烟燃着了指尖 我将烟头处进烟灰缸 抬头看见老婆抱着的男人在吻别 难省难分 男人的头埋得很低 埋在了老婆胸前 她的手从老婆背后撩起裙子 老婆不仅没有退让或者躲闪 反而双手搂住她的脖子 吻得更深 我的心里毫无波澜 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次见 见得太多 我早已经麻木了 刚结婚的时候 我每次看见这一幕 屈如感就如排山倒海一般袭来 我被淹没在了浪底 呼吸困难 别去幼稚息 哪个男人能容忍妻子给 自己戴一顶又一顶绿帽子 我也不能容忍 但又能怎样 我只恨自己无能 明明是七尺男儿 本应该顶天立地 却偏偏做了被人看不起的坠绪 结了婚毫无家庭地位 被自己的老婆一次又一次 将尊严践踏在脚底 几年下来 这样的戏码看得太多了 我已经熟视无睹 我的自尊早就为了狗 还怕被他践踏吗 现在的我就像在看 隔壁邻居的老婆出轨一样 活跃在吃瓜第一线 看得津津有味 我再点燃一根烟 狠狠抽了几口 烟雾从鼻孔出来 迷了我的眼睛 强出了眼泪 这烟竟有点大 豪车开走了 柳如烟扭着腰肢 咯噔咯噔进来 陈软男 死哪里去了 他进门没看见我 马上吼起来 我叫陈远 不叫陈软男 但柳如烟从结婚后 就这样叫我 我抗议过 反倒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你不是软男 你要有出息 怎么会当我家的上门狗 做狗就好好做 惹得老娘不高兴 我抽了你的金 扒了你的屁 再把你家那个老不死的 赶出医院 五年前 我家的公司债台高筑 面临破产 我爸被债主逼得跳楼 我妈一级之下 也病倒了 刚刚大学毕业的 我无钱安葬父亲 也没有钱给母亲治病 正在交头烂额时 柳如烟的父亲 找上门来 跟我谈了一笔交易 他说 他可以出资 收购我家的公司 让我还清欠债 他在出钱 帮我安葬父亲 给我母亲交住院费 他的条件 是要我娶他女儿 并且入坠到他家 为了父亲能入土为安 也为了能留住母亲的性命 我答应了柳父的条件 就这样 一纸合约 将我紧紧束缚在了柳如烟身边 结婚前 柳如烟就跟我约法三章 要求我必须对他三从四得 三从是 他出门我要跟从 他的指令我要服从 他跟男朋友亲亲我我 我要视若无睹 盲从 四的是 他化妆我要等得 他生日我要记得 他打骂我要忍得 他谈恋爱花钱我要舍得 这样的约法三章 明明是不平等的 是违背公序良俗的 但我没有反对的资格 这几年 我母亲一直住在医院里 他不能自主呼吸 需要长期戴氧气罩 为了给母亲续命 我根本不敢提出离婚 只能在柳家忍气吞声地待着 听见柳如烟的骂声 我不敢怠慢 赶紧把抽了 一半的烟在烟灰缸里储夕 跨进屋 老婆 你回来了 我陪着笑脸 过去帮他换鞋 我刚蹲下 他问 你抽烟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柳如烟一巴掌抽过来 我的脸顿时火辣辣的疼 他反手又是一巴掌 骂道 谁让你抽烟的 你能挣到烟钱吗 你抽烟 烟钱 我还是能挣的 结婚以后 我就在柳家的公司上班 只不过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薪水 因为我的工资卡在柳如烟身上 每个月的工资一到账 就被转到了他的账户里 我要用每一分钱都得向他申请 得到批准才可以 我解释 我没有买烟 抽的是你抽剩下的 柳如烟要抽烟 但不许我抽 他左右开工又打我几个耳光 你还敢偷我的烟抽 陈阮男 你踏麻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没有动 默默承受着他的灵虐 柳如烟打累了 停下来后 去把烟灰缸拿过来 我从阳台上拿来烟灰缸 里面他抽的烟蒂 我抽的烟蒂 混合在一起 堆成了种 吃了 他指着烟灰缸命令我 我没有动 柳如烟今天穿的是一件红色礼服 跟结婚的敬酒服有一点像 他现在的嚣张跋扈 也跟结婚的时候很像 我脑海里划过 新婚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在洞房里 他翘着二郎腿 高傲又鄙视地看着我 陈阮 你不是看不起我吗 不是不喜欢我吗 不是拒绝跟我谈恋爱吗 为什么又娶我了呢 早在结婚前 我跟柳如烟就有过节 他三次向我表白 想跟我交往 都被我拒绝了 他觉得我扫了他的面子 为此怀恨在心 我家出了事 柳如烟逼我入赘 就是为了报复我 结婚的时候 我爸爸还没有下葬 我妈妈刚送进医院 我在他面前 根本支不起来腰杆 再说 既然结了婚 我也想好好跟他过日子 所以我给他道歉 对不起 你现在知道对不起我了 你的对不起值几个钱 你知道我当众 被你拒绝有多丢脸吗 陈远 你拒绝我的时候想不到吧 你也有向我低头的一天 骂着还不解气 他突然起身 狠狠打了我一个耳光 啪 我的脸一疼 顿时怒了 我陈远打小就被爸妈宠爱着 没有挨过一根手指头 我又是富二代 成绩好 性格独立 在学校也没有人敢霸凌我 没想到结婚第一天 就被一个女人打了 她还是我的新婚妻子 我哪能不怒 柳如烟指着我吼 你还敢动我 想还手是不是 你还手啊 你敢动我一根头发丝 我要你父母双亡 骨灰撒在公路上 让千千万万的人踩踏 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我攒紧的拳头慢慢放开 为了父母 这口气我忍了 见我不敢还手 柳如烟更加放肆 对我拳打脚踢 我的脸疼得麻木了 心也麻木了 对这个婚姻 我再也不抱半点希望 从那以后 柳如烟家暴 我就成了家常便饭 她只要不高兴 就对我拳打脚踢 不动是不是 柳如烟猛然站起来 抓起烟底烟灰 就往我嘴里塞 你他妈不是想抽烟吗 老子让你抽个够 你给我吃了 全吃了 把烟灰缸 都给我舔得干干净净 我忍无可忍 一把捏住她的手 柳如烟 欺负人也适可而止吧 柳如烟顿时暴怒 破口大骂 陈阮男 你敢反抗 你不想让你妈活命了是吧 老子马上打电话 断了她的医药费 把死老太婆扔出医院 我怕她伤害我母亲 忍下怒气放开她的手 柳如烟暴怒地 把烟灰缸扣在我头上 我满头满脸都是烟灰烟地 头也被她砸破了 鲜血流下来 和烟灰混合在一起 在脸上流淌 狼狈至极 但柳如烟没想到的是 烟灰缸掉下去 砸在了她的脚背上 她一声尖叫 啊 痛死我了 她弯腰脱了鞋袜 看见脚背红肿 更加暴怒 陈阮男 你敢打我 我辩解 我没有打你 烟灰缸是你自己 扣在我头上掉下来的 明明是她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却猪八戒倒打一丁爬 这是柳如烟惯用的伎俩 她只要想打骂我 就能找到各种借口 现在也一样 她骂到 一个狗东西还敢顶嘴 我打死你 打死你 她拿起高跟鞋 冲着我劈头盖脑的打 我没有躲闪 只默默看着她 结婚五年 我对她很了解 她打我的时候 我如果躲闪 她会加倍惩罚我 还会叫医院 拔了我母亲的氧气管 所以我反抗或者躲闪 受罪的就是我母亲 高跟鞋反复砸在我头上脸上 我的伤阔大了 鲜血遮住了我的视线 我眼中的柳如烟 像个血人一样可怕 柳如烟打累了 扔了鞋子 去收拾干净 她不想让人知道 我被她家暴了 每次打伤我 都要我自己收拾干净 我拿出医药箱 消毒 止血 上药 滚出去 柜外面反省 她把我赶了出来 柜是不可能柜的 她又没有守着 我在门口站立片刻 索性去了医院 我没有车 也没有打车的钱 走路去医院 走了三个小时 我才来到城外的医院 柳家把我妈 放在这么远的地方治疗 就是为了不让我 随时来看我妈 我轻轻走进病房 看见我妈睡着了 霍宫也在旁边睡着 看着我妈苍白的脸 想到我爸坠落的那一幕 我心里很痛 眼泪不知不觉 饮满了眼眶 看了我妈好一会儿 我怕在床边睡着了 砰 开门声惊醒了我 我睁开眼睛 只见柳如烟怒气冲冲跑进来 我慌忙起身 把她拖出去 她拿着包砸我 老子喊你跪在门口 你竟然跑到医院来了 你胆子大了是吧 连我的话都敢不听了 我捂住她的嘴 压低声音喝道 柳如烟 在家里 我随便你发疯 但在这里 你敢闹 柳如烟更愤怒 拉开我的手骂 我闹怎么了 你敢把我怎么样 陈软男 我告诉你 我将她拖进电梯 指着她立声说 我屈服于你 是为了我妈 如果你来医院吵闹 让我妈的身体出了问题 我 柳如烟一把抓向我的脸 你敢威胁我 老子弄下你的眼睛 我抓住她的手腕 用力一捏 啊 柳如烟疼的脸都扭曲了 尖叫 陈软男 你把老子的手弄断了 还不放开 电梯到了一楼 门打开 我将她推了出去 柳如烟连连后退 高跟鞋稳不住 痛得摔倒了 她坐在地上破口大骂 我不理会 关了电梯门 回到病房 我妈眼泪汪汪 一见我就哭出声来 儿子 妈妈拖累你了 我摇头 给她擦拭眼泪 没有 我很好 我跟柳如烟只是小口角 夫妻之间总要吵架的 我妈哭着说 妈都知道 儿子 你离婚吧 妈的时间不多了 想跟你单独待几天 我的眼泪也掉了出来 从做了柳家的坠绪后 我妈的生命虽然保住了 我们母子俩 却再也不能时时相见 除了工作 我的一切重心 都必须围绕柳如烟转 给她洗衣做饭 打扫清洁 周末我想来看看我妈都不行 因为她的客人要来家里玩 我要做饭炒菜招待 他们吃了饭打麻将 我要端茶地水事后 有时候她的男朋友来 我也得笑脸相迎 他们当着我的面调 情 我也不能表现出 不高兴的样子 我妈要给柳如烟求很久的情 我要在一段时间里 事后的她无可挑剔 也没有万人惹她生气 她心情特别特别好 才会大发慈悲 开车送我来看我妈 然后她在车里等我 也只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很少来医院 我妈自然也明白 我嫁进柳家做坠绪 是没有自由的 但我每次来都笑容满面 说我很好 我妈以为我和柳如烟夫妻关系 还过得去 今天她看见柳如烟 跑来医院打骂我 我脸上还有伤 才知道我在柳如烟面前 完全没有男人的尊严 我妈很心痛 才会劝我离婚 她说你明天就跟她离吧 哪怕一无所有 只要你自由 妈就放心了 我握着妈的手 低声答应 我明天跟她提 这段婚姻 我早就想结束了 只是为了我妈 才一直忍耐着 现在我感觉 我妈的情绪很不好 我怕她出什么意外 想要好好陪在她身边 所以这婚 我下定决心要离了 我妈的情绪平稳后 我离开医院不行回去 到家的时候 已经十点过了 柳如烟不在家 我默默收拾衣服 十一点半 柳如烟回来了 她开门看见我 抓起一只鞋 向我砸过来 我偏头让开 柳如烟大骂 陈阮男 你有本事别回来啊 还敢威胁我 我养你五年 还不如养一条狗 我冷静地看着她说 我们离婚 回来这半天还没有煮饭 你想把我饿死是吧 还不滚去煮饭 你个没出息的耸祸 窝囊废 垃圾 她骂个不停 完全不听我说话 我闭嘴 等她停下来再说 她把包往茶几上一扔 进洗手间去了 啪 她的包从茶几上掉下来 拉链没有拉上 包里的东西掉了一地 一张纸飘到了我脚边 我捡起来一看 头嗡的一声 这是一张运检报告单 柳如烟怀上孩子了 胎儿已经三个月了 看着运检报告单 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这孩子是我的吗 柳如烟虽然有很多男友 但她每晚都回家 在床上 她就像变了个人 很乖巧 和白天的嚣张跋扈 形成鲜明对比 晚上的她温柔多情 看我的眼神寒情默默 我有时候会迷糊 觉得她晚上换了个人 或者说是换了个内核 不管晚上有多柔情蜜意 白天她都会回归本质 对我恶言相向 她甚至骂我 不是看到你在床上能满足我 老娘早就喊你滚蛋了 正因为她每天晚上都回来 所以我不确定 她有没有跟别的男人上床 我也不知道这个孩子 到底是谁的 如果是我的 这婚还能离吗 离了婚 孩子又怎么办 柳如烟出来了 我举着运检报告单问 你怀上孩子了 她鄙视的瞥我一眼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追问 这孩子是谁的 她嘲讽地看着我 反正不是你的 这算是她亲口承认 跟别人上床了 我犹如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我的忍辱负重 终究成了一个笑话 我放下报告单说 柳如烟 我们离婚 柳如烟震惊得瞪大眼睛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说 我们离婚 柳如烟一拍茶几 指着我骂 陈软般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你敢跟我离婚 我让你一无所有 去街上当乞丐 我拿出我和她的证件 我们现在去民政局 我一分钟都不想再等了 柳如烟暴怒 你跟我来真的 陈远 我告诉你 我们婚前是进行了财产公正的 你如果离婚 你分不到我家一分钱财产 我好笑 现在我也没有权利用你家一分钱 我没管你吃没管你喝嘛 你跟我离了婚 还能住我的别墅 坐我的豪车 还能挣我家公司的高薪 我讥讽地笑 我挣你家的高薪是多少 我每个月见到过 工资卡上一分钱嘛 我帮你保管着的 那请你现在还给我 柳如烟鄙鄙视地说 你做什么梦 你吃我的 穿我的 用我的 住我的房子 你挣的钱贴补家用 不是应该的吗 我没兴趣跟她再吵下去 你离不离 要离 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 你不离 我就直接起诉了 柳如烟暴怒地把包向我砸来 你去起诉 去啊 看法院判不判 我打开门静止走了 我去找律师写了离婚起诉书 提交给了法院 从这天开始 我不再回柳家 而是在医院照顾我妈 柳如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我知道 她是在等我低头 如果我主动回去 她会加倍羞辱我 我妈知道我提交了离婚起诉书 想离开医院 我说 她既然没有停止治疗费 您就安心住着 等我跟她离了婚再说 一个星期后 柳如烟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死哪里去了 我反问 收到传票了 她暴怒地骂 陈阮男 你吃了三天饱饭 就忘了百日饥寒是不是 你忘了五年前 你有多落魄吗 不是我爸帮你 你爸的骨灰盒都无处安放 你妈早就见了阎王 这些你都忘了吗 老娘还白白养了你五年 你竟然起诉跟我离婚 你有没有良心 看来 柳如烟收到法院传票 气得要发疯了 我冷静地说 你现在跟我去民政局 办理了离婚手续 我就撤销起诉 白日做梦 她愤怒挂了电话 我依靠在栏杆上 看着楼下密密麻麻的人群 想着柳如烟接下会怎么做 如果她坚持不离 法院会按照我的医院判决吗 下午柳如烟来了医院 她直接冲进我妈的病房 叫我妈评理 你儿子知道我怀上孩子了 就要跟我离婚 她这不是使乱中气吗 你这当妈的也不管管 有没有家教啊 我妈吃惊地看向我 柳如烟怀上孩子了 我点头 是 但不是我的 柳如烟气急败坏地吼 你说不是就不是 你有证据吗 我反问 你自己说的话算不算证据 她嚷道 我那是吵架说的气话 能当真吗 你跟那些男人勾勾搭搭呢 算不算证据 你瞎说什么 我那是正当的应酬 我哪个晚上没有回家 又不是只有晚上才睡觉 你 柳如烟理去词穷 转而要我拿证据 你说孩子不是你的 你有亲子鉴定吗 我针锋相对 你说孩子是我的 你有亲子鉴定吗 她无言以对 怒气冲冲离开 我妈担忧地看着我 柳如烟怀上了孩子 你们现在要离婚不太容易 不管孩子是不是你的 法院也不会判 我说 妈放心 她自己会跟我离的 我追出去叫住柳如烟 你如果主动跟我离婚 我可以撤销起诉 否则 我会把你出轨的证据公之于众 柳如烟更加愤怒 好 你别后悔 我看着她走远 心里没有太大的把握 如果她不怕丢脸 那我公之于众 也不能逼她离婚 此日 柳如烟的父母来了医院 柳夫一脸很矮地问 陈远 你和如烟好好的 怎么突然要离婚 我回答 她自己知道为什么 柳母指着我骂 你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我女儿哪里对不起你 你要离婚 我说 她哪里对不起我 你自己回去问她 柳母冲过来就打我 我闪身让开 柳夫突然从身后抱住我 嘴里喊 别动手 别动手 有话好好说 她孤得我无法动弹 柳母趁机冲着我 啪啪啪地抽耳光 她一边打一边骂 你个软饭男 我家出钱把你爸爸送上山 把你妈妈送进医院 我女儿让你白吃吃住 养你五年 现在她怀孕了 你就要跟她离婚了 你还是个人吗 你是个畜生 你连畜生都不如 我妈急得下床帮我 放开我儿子 你们放开我儿子 她还没有走拢 被柳夫脚下 使了的绊子摔倒了 我火冒三丈 一脚踢在柳母肚子上 她被我踢得连退几步 一个屁股蹲摔坐在地上 搂着肚子嗷嗷惨叫 柳夫大怒 从身后劈头盖脸打我 一边打一边骂 一个忤逆不孝的东西 竟然敢对丈母娘动手 我都舍不得 动她一根手指头 你算什么东西 我反手薅住她的头发 什么丈母娘 我马上跟你女儿离婚了 你们跟我再无没关系 你再对我动手 我把你的头发 一根一根拔光 她疼得护住头皮喊叫 哎哟哎哟 放手 放手 很多人围观 指指点点 护士跑了进来 把我拉开 你们干什么 这是医院 请不要大声喧哗 我转身把我妈扶起来 送回病床上 柳夫揉着头皮 气得声音哆嗦 陈远 你入坠我家这么多年 我和你妈没有对不起你 你今天对我们又打又骂 像话吗 我冷笑 是你们先动手 再说 你们有没有对不起我 心知肚明 我们动手怎么了 作为你的长辈 你做错了事 我们还不能教训你 别道的绑架 我跟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也没有你们这样的长辈 你只能教训你自己的女儿 无权教训我 刘母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她拍着腿诉说 他们家对我如何恩重如山 我如何狼心狗肺 我女儿贤惠懂事 知书实理 长得又漂亮 想娶她的男人能排两里地 可她从小就喜欢你 死心塌地也要嫁给你 结婚以后 她把最好的都给你 恨不能把你当祖先一样供奉着 现在她怀孕才三个月 你就变心了 要抛弃她 到底哪个狐狸精把你迷住了 我可怜的女儿啊 你被父亲男人抛弃了不说 她还报道我们 哪个来给我们主持公道啊 她又哭又喊叫 声音很尖利 我说的什么 没有人听得见 围观者都对我指指点点 骂我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当代陈世美 在吵什么 一个轰亮的声音响起 我转过头 看见两个警察走了进来 大家顿时安静了 警察询问情况 我说 他们的女儿 怀的孩子不是我的 我要求离婚 他们就对我又打又骂 舆论立刻反转 围观者如炸了锅一般 议论纷纷 你女儿出轨啊 难怪女婿要离婚 又不是她的孩子 她凭什么帮你女儿养 你女儿不学好 女婿离婚不是正常的吗 就是 还好意思教训人家 先回去好好教育你女儿吧 她是第一次看到我 犀利如刀的眼神 我刚才扯她头发的举动 也让她心有余悸 她的巴掌不敢落下来 又不甘心收回去 就那么将在空中 这时 警察过来干涉她 别动手 有话好好说 柳父顺势放下巴掌 指着我骂道 你天天跟我女儿 睡一个被窝 孩子不是你的是谁的 你为了离婚 竟然往我女儿 头上泼脏水 混账王八蛋 柳母哭叫说 我打了她 要求把我抓起来 围观的人纷纷作证 是他们先打我 还是走法定程序 柳母喊叫着说 不要脸的东西 你诬蔑我女儿 我还不能教训你 她转头对柳父说 如言她爸 我们必须走法定程序 让她坐牢 柳父马上呵知她 瞎说什么 都是一家人 走什么法定程序 柳母一脸猛 可是她 别可是了 年轻人犯了错 要给他们改正的机会 柳父转向我 伪善地说 阿远 我先给你道歉 刚才看见你替你岳母 我一急之下对你动了手 我不该这么冲动 但作为你爸爸的老友 我既是你的岳父 也是你的侍博 我自认为 我是有资格教育你的 只是方式方法不对 无论如何 我也不应该对你动粗 我承认错误 我也会改 但阿远 作为长辈 我还是想给你说几句 掏心窝子的话 你和如言伴嘴 我理解 夫妻之间闹矛盾 是正常的吗 我跟你岳母 不也时常伴嘴 但我们是男人 男子和大丈夫 能屈能伸 别跟女人一般见识 你回去给如言道个歉 不再提离婚的事 这件事我们既往不救 你也继续回公司上班 我好笑地打断她 你们打了我 还跟我说既往不救 要我道歉 我转向警察 我要求走司法程序 货偶也好 拘留也罢 我无所谓 但柳父作为公司总裁 绝对不想被拘留 他老婆也不愿意 在看守所里受苦罢 柳父见我不服软 顿时变了脸色 他们夫妻来医院 对我又打优马 本想给我一个下马威 让我乖乖屈服 毕竟这五年 他们知道柳如烟 是怎么欺凌我的 我都逆来顺手 但没想到 我没有以前那样听话了 而是要和他们硬刚到底 他感到棘手了 柳父压低声音喝道 陈远 你到底要怎样 我淡定地回答 我有柳如烟出轨的确凿证据 如果他不离婚 我会把证据公之于众 你们就等法院判决吧 柳家夫妇面面相觑 柳父问 你真要离婚 不管你妈的死活了 离了婚 我妈活得更好一些 柳母鄙视地说 离了婚 你有钱给你妈治疗吗 我淡然地说 不劳你们操心 你们只要让柳如烟 跟我离婚就行了 柳父记得咬牙切齿 陈远 如烟爱你如命 当初是他求我帮忙 安葬你父亲 也是他求我出钱 给你母亲治病 你母亲住在医院五年 一切医药费 都是我们承担的 现在如烟刚怀上孩子 你就要抛弃他 你的良心都为狗了 我笑了一声 柳如烟爱我如命 这恐怕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爱我如命 他会天天对我家暴 折磨 羞辱 爱我如命 他会每天带不同的男人回来 当着我的面搂搂抱抱 五年时间 柳如烟根本没有把我当个人 我敢打赌 他宁愿爱一条狗 也不可能爱我 说来 我跟柳如烟原本算的上市青梅竹马 我爸跟他父亲是老朋友 两家常有来往 所以我和柳如烟打小就认识 柳如烟小时候很乖巧可爱 长得像个洋娃娃 爱说爱笑 大家都爱逗他 他喜欢跟在我身后转 大人说他是我的小尾巴 但他上学后 慢慢变得刁蛮任性 从上小学的时候开始 柳如烟就不喜欢 有学生比他成绩好 会撕了人家的书和作业本 他也不喜欢 有人的衣服比他的漂亮 不是用笔给人家画脏 就是用靴笔刀滑烂 更过分的是 如果老师表扬别的同学 跳舞跳得好 或者唱歌好听 他下了课就打人 把别的小女孩的脸抓烂 这样的柳如烟非常不讨喜 学校里没有孩子愿意跟他玩 如果他父母好好纠正 还能颁正 但他父母却很宠他 不仅不教育他 还跟别的家长吵闹 他妈妈说 我家柳如烟很乖 你家孩子不招惹他 他是不会先动手的 他父母越宠 他越飞扬跋扈 霸凌同学 我也越来越不喜欢他的性格 有一次 他跟他父母来我家玩 他缠着我 在我手背上 手腕上画重割乱七八糟的画 还在我额头上画乌龟 我烦不胜烦 出去跟同学打球去了 等我回来 发现我的卧室 就像打结柜一样 床单上被涂了各种颜色 我的书和本子都撕碎了 扔了一地 电脑也坏了 我气得要去把他抓过来 教训一顿 但我妈拦住了 她说 你柳叔叔把柳如烟儿 宠得无法无天 你去找他 柳叔叔还说你欺负他女儿 算了 别跟他计较 以后他来了 你把门反锁 从那以后 只要柳如烟一来 我就进卧室并把门反锁 他又拍门又踢门 进不来 就在地上打滚 又哭又闹 他母亲敲门对我说 阿远 你把门打开 让妹妹进来玩一会儿 我说 不行 她把我房间弄乱了 哎呀 你一会儿收拾一下就好了嘛 妹妹喜欢你才进来跟你玩 我坚决不要让她进来 她吵得我厌烦 我一走了之 仍然把门反锁 谁也进不去 那时候 柳如烟已经十四 五岁了 还是如此不懂事 我对她反感至极 但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伤了她的自尊心 她后来不再来我家了 她过了十八岁生日后 突然来找我 声称她从小就爱我 现在她满了十八岁 可以做我的女朋友了 她还说 陈远 你小时候说过 要娶我为妻 我马上反驳 我没有说过 那你现在说也可以啊 我冷淡地说 我没想交往女朋友 那你现在想啊 我不交往女朋友 不打算结婚 我说得如此明白 她还是不死心 后来又向我表白了两次 我干脆直接说 你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我们没可能在一起 她瞪大眼睛 你嫌弃我 陈远 你算个什么玩意啊 敢嫌弃我 我冷笑 因为我不是个玩意儿 所以我不喜欢你这样的玩意儿 你去找适合你的玩意儿吧 柳如烟大怒 陈远 我会让你后悔的 她再也不理我了 改追别的男生 别人都不拒绝 因为她确实漂亮 又有钱 经常请世请贺 于是她天天谈恋爱 随时换男友 最后她还在跟一个男生交往的时候 我家出事了 她转头就跟我结了婚 而柳如烟逼我入赘 自然不是因为爱 而是因为恨 五年的婚姻生活 我早就受够了 我看着柳夫说 柳如烟爱我 这话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 柳夫记得喘粗气 我怎么不好意思 我说错了吗 如烟没给你吃 还是没给你穿 她给你买的衣服 都是大牌时装 比我这个当爹的还高档 给你买的鞋 都是几千块钱一双的 比我的还贵 你还要怎样 我淡笑 那不过是给你们装面门罢了 我穿得太差劲 柳家人必然会被人指指点点 说他们对我这个上门女婿不好 柳夫很在意公司的名声 平时都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她自然不能让人 在背后议论他们对我太刻薄 这也是她不愿意 让我和柳如烟离婚的原因 如果我和柳如烟离了婚 对柳家的公司必然会产生负 面影响市值股价也会大跌 因此她想尽千方百计 要阻止我离婚 但我铁了心要离 她又怎么阻止得了 她不能不担心 我爆出柳如烟出轨的证据 那可比离婚还劲爆 对她家公司的影响也更大 她默然片刻 软了声音说 你实在要离 我也不拦着 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们离婚的事不能公开 我回答 在一年内 我可以不公开 一年太短了 至少也要五年五年不公开 我岂不是五年都不能再恋爱结婚 我拒绝 不可能 只有一年 柳如烟 我态度坚决 只能给柳如烟打电话 柳如烟是带着离婚协议书来的 她阴沉着脸 将协议重重拍在桌子上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一个字都不许改 我拿起协议书 只见上面写着 我无财产可分离婚意 后我家的一切事 都与柳家无关 她一脸得意又轻蔑的笑容 看清楚了没有 这些内容你认可吗 我点头 认可我们当初签了婚前协议 婚前的财产是她的 婚后她的钱也是她的 我的钱要负责家庭开支 我们俩的家庭开支极其庞大 但当柳如烟吃穿王花的钱 我的薪水都远远不够 当然她为了装门面 也给我买最好的衣服 所以我结了五年婚 等于一无所有 近身出户 柳如烟的手指扣扣扣 敲着桌面说 陈远你想清楚 离婚正一到手 你想求我回头 你得跪在地上 给我磕一百个响头 我说 这话我也送给你 你求我的话 就算磕两百个响头 也无济于事 柳如烟沉下脸 嘴巴这么硬 那就签字 我刚要签字 她又按住 等等 加一条 离婚后 你不许再去 也不许离开我家 我的怒意瞬间涌上心头 结婚五年 柳如烟对我一直有一种 变态的控制欲 我不能和任何异性说话 不管是同事 还是亲戚 或者是她带来的女性朋友 我出门只要看别的女人一眼 她回来就发疯殴打我 有时候她殴打我不需要找理由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五年来 她对我就像对待奴隶一样 可以说柳如烟要 我跪着我就不能站着 她要我往东 我绝不能潮汐 原本我只是不喜欢她 结婚以后 她的嚣张跋扈 让我非常讨厌她 我每天都在想 怎么才能从柳如烟的身边逃离 现在 我终于有机会解脱了 可她竟然还想控制我一辈子 我将笔一扔 让你爸妈坐牢吧 我再发个朋友圈 让大家看看 高贵美丽的柳家大小姐 婚内出轨了多少个男人 柳如烟指着我尖叫 你敢 陈远 出轨的是你吧 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你跟我离婚 就是为了娶那个狐狸精 是不是 她是谁 你说 你说啊 她想转移话题 想跟我来一场无谓的争吵 想吵得我崩溃 逼我放弃离婚的打算 而我看着她的歇斯底里 只觉得可笑 也不会上她的当 怎么 允许你每天换一个男人 却不允许我离婚 她大叫 是我养着你啊 你是我的用我的 竟然还拿我的钱 在外面养狐狸精 谁给你的胆子 我懒得跟她吵 拿起手机翻出相册给她看 你说 我是现在发到网上 还是一会发 柳如烟看见 她跟不同的男人 搂抱接吻的照片 顿时气的发抖 你竟然一直在阳台上偷拍我 你说错了 我没有偷拍 都是光明正大拍的 我看着她说 你出轨 我有证据 你口口声声说我出轨 有证据吗 柳如烟狡辩 我没你这么有心机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柳如烟伸手来抢我的手机 我躲开 说 没用的 柳如烟 你就算摔了我的手机 或者删除这些照片 也无济于事 因为我还有辈分 她气得跺脚 你太无耻了 我反传相机 你和别的男人 搂搂抱抱不无耻 我不过真实地记录下 你婚内出轨的丑态 反倒无耻了 柳如烟气得说不出话来 柳夫见我有确凿的证据证实 柳如烟出轨 气焰也不嚣张了 劝说柳如烟 算了 如烟 离就离吧 离了这个窝囊费 我女儿马上就能找个 比她优秀一百倍的柳如烟 怒气冲冲吼我 那你签字啊 还在等什么 等我跪下来请你 我签了字问 什么时候去明证据 她一把抓走协议 高傲的起身 等我有空再说 我点头 不着急 我们也可以等开庭之后 再去明证局 她变了脸色 我已经签了离婚协议 你还不撤诉 我回答 等离婚证到手 我自然会撤诉 也会签署谅解书柳如烟愤怒离开 她父母在身后喊 她也不回头 我一点也不着急 柳家这么大的公司 柳父绝对不愿意 她家的丑事曝光 更不愿意进看守所 而我一无所有 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 不一会儿 柳如烟打来电话 我在明证局 料理就马上滚过来 我过时不后 我也不想夜长梦多 很快到了明证局 柳如烟站在台阶上 闭腻地看着我 只高气扬地说 离婚证一到手 我就会断绝你母亲的一切费用 你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我轻蔑的一笑 你后悔了 柳如烟顿时愤怒了 大声说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 我不用再养你这个窝囊费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 姑奶奶有的事前 随便招招手 也有数不清的男人来求取 我想挑谁挑谁 你沉软男算什么东西 我做了个手势 那你还在迟疑什么 进去啊 我是警告你不要后悔 放心 我的字典里没有后悔这两个字 他踩着高跟鞋 气势汹汹进去了 从结婚后 柳如烟在我面前 一直是高高在上的嘴脸 一直气势 耀武扬威 而我对他却是卑躬屈膝 任打任骂 这段时间 我忽然挺直了腰杆 不惧怕他的任何威胁 他又急又恨 却也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怎么对付我 签字的时候 柳如烟一会儿抱怨比不好用 骂骂咧咧 一会儿他又抱怨 我站得离他太近 把他的胳膊挡着了 影响他写字 工作人员看他的眼神 都带上了一丝不屑 估计他们心里也在想 这样的臭脾气 哪个男人受得了 不离婚才怪 磨磨蹭蹭了半场 最终他还是签了 婚也终于离了 我从这场五年的牢狱中解脱 获得了自由 柳如烟拿着离婚证 看着我说 姓陈的 你跟我再也没有关系了 埋葬你母亲的时候 不用通知我 我攥紧拳头 这句话我也奉送给你 你父母入狱的时候 你也别来求我 他顿时怒了 陈远 你什么意思 你不放过我爸妈 我回答 他们打我的事 我可以放过 那你还诅咒我爸妈做什么 我冷冷地说 你刚才不也诅咒我妈了吗 我转身离开 离婚证已经到手 我把我妈换到了城里 另一家医院 我妈担心地说 我出院吧 我们不能再花柳家的钱了 我说 我们现在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跟柳家无关 妈放心住 柳如也以为我真的一无所有 笃定我不敢离婚 或者离了也会回去求他复婚 他不知道 这五年 我一直在网上做兼职 我帮人制作网页 帮人写文案带货 做自媒体写文章 分享我知道的知识和生活常识 甚至还写了一些小说 总之 我不放过任何可以赚钱的机会 柳如也不懂这些 他又是富二代 从生下来就没找过别的工作 大学毕业后 柳夫在公司里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 对我也没有地方 他以为我每天都在他家的公司里 老老实实上班 下班老老实实回家做家务 事后他 以为他只要管着我的工资卡 我的每一分钱 都要从他的眼皮底下过 我想攒私房钱 根本不可能 有了一些积蓄后 我学着理财 买股票 在这方面 我是有天赋的 可能继承了我爸的商业头脑 资金积累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开了一个公司 和柳氏企业的经营范围相同 成了他家的竞争对手 当然 这事柳家的人完全不知道 虽然自己开了公司 我也依然在柳氏企业上班 我的公司 我只是遥控指挥 柳如燕儿和他母亲 都在柳氏集团挂了职 但从不上班 也不管公司 在公司员工的眼里 我这个上门女婿 将来必定是柳氏企业的接班人 所以大家对我很巴结 每次柳福出差 我就是公司的临时负责人 我因此有机会陪客户 也有了客户的详细资料 我把相关信息秘密发给我公司的人 再让他们以更优惠的合作方式 把客户挖走 有一些生意方面的项目 柳福本来想拿下 我知道后 马上让我公司的人节足先登 柳福知道 有一家新冒出来的公司 处处跟他抢生意 却没有想到那就是我的公司 我之所以这样做 不光是因为我恨柳如燕 还因为我家公司的倒闭 和柳福有关 为了拿到确凿的证据 我每天在柳家的公司 兢兢业业上班 在柳如燕面前忍气吞声 但我却在暗地里 收集柳家的犯罪证据 还开了自己的公司 争夺柳氏的资源 挖柳家的墙角 奋斗了几年 我公司的规模不小了 不愁没钱给我妈治病 我把柳家害我爸的证据 也收集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妈要我离婚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答应了 现在 我离婚证到手 是时候让柳家付出代价了 离婚那天 我去警察局签署谅解书的时候 拍了一张照片 我把照片发到了网上 标题是 被岳父母打了 看在他们是长辈的份上 我没有还手 谅解书上 有我和柳父的亲笔签名 柳父在我们这座城市里 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 于是这件事 很快引起了轰动 柳氏的骨架应声大跌 短时间内 就滑到了跌停板上 柳父看到了网上的消息 愤怒地给我打电话 陈远 你什么意思 你承诺不公开 我回答 我承诺离婚的事不公开 可没有承诺其他的事不公开 你 他说不出话来 为了平息网民的愤怒 第二天 柳父用柳氏企业的官方账号 发了一个道歉视频 女儿女婿吵架了 我教育他们的时候 一时没有忍住 打了两个孩子 闹到了警察局 作为长辈 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是我的错 柳如烟在下面回复 我长这么大以来 这是我爸第一次打我 我愤怒之下才报得紧 现在我知道爸爸说我们好 我接受爸爸的教育 并在这里给我爸道歉 对不起爸 爸这父女俩 倒回唱双簧观众的议论声 被转移了 原本是 无良岳父母殴打上门女婿 闹到了警察局 现在成了 可怜天下父母姓刘总夫妇 为教训女 而动粗打女婿和教训女儿 在网民心中性质完全 不同 打女婿 柳夫的形象是负面的 是会被人唾骂的 可教训女儿 她的形象就变成正面的了 当父母的纷纷给她点赞 说孩子不对 就是应该教育 柳家的股市开始回升 我马上又发了一组照片 是我脸上和头上的商标题 是 五年婚姻的代价 柳如烟每次打了我 并我处理伤口的时候 我都拍了照 这组照片上有旧伤有新伤 网友又炸了锅 天哪 这是被打了多少次啊 是刘总打的 还是她女儿打的 刘总看起来人无狗样的 没想到对女婿这么狠 她女儿也不是好东西吧 为什么任由自己父亲 把丈夫打成这样 说不定 她也跟着一起打 对 对 很可能是他们一家三口 一起暴打女婿 陈远好可怜啊 快离婚吧 豪门的婚 不是想离就能离的 不然她何必忍五年 宁死不做上门汗 柳氏集团的股价 再次隐身大跌 柳夫反倒没动静了 没来找我要说法 也没在网上解释什么 很显然 她知道她女儿经常家暴我 只是她没想到 我留了这么多证据 她当然清楚 现在她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说不定还会激怒我 爆出更多的证据 所以她只能保持沉默 她打的主意是 等这一波丑闻的热度 慢慢下去了 股价会再次回升 股市这个东西 总是会涨涨跌跌的 不过这次跌的有点厉害 连跌了一个星期 每天开盘就封死在跌停板上 柳家人一直没给我打电话 他们现在可能有点怕我 怕我在抓住他们的什么把柄 第二周 柳氏集团的股价又开始回升 我再扔出一组照片 就是柳如烟跟不同男人 拥抱接吻的照片 网民的讨论更加热烈了 柳家千金婚内出轨 还出轨了这么多男人 好无耻了 家风太坏了 是不是她丈夫发现她出轨了 她就家暴 肯定是 难怪陈远身上那么多的伤 太不要脸了 她出轨是过错方 她有错在先 凭什么打丈夫 因为她有钱 因为她丈夫是上门女婿 上门女婿也不是她家暴的理由 报警啊 把那女人抓起来 上一次报出的那张谅解书 就是陈远报的警了 为什么又谅解了 比她签了呗 她一个上门女婿 没有家人保护 能怎么办 在全民热议的情况下 柳氏集团的股价又又又 封死在跌停板上了 柳如烟给我打来电话 喊得生死历劫 陈远 你到底要干嘛 你说了不放出这些证据 我打断她 我什么时候说过 她愣了愣 你说过 我不跟你离婚 你才放出来 可我已经跟你离了 你为什么还放出来 我回答 我是说过 你不跟我离婚 我就放出你出轨的证据 但我没有说 你跟我离了 我就不放出来 我可以想象 柳如烟被我这句话 气得有多惨 我不再跟她啰嗦 直接挂了 柳氏集团这一波 前前后后跌了差不多一个月 股价跌得惨不忍睹 我动用我的全部资金抄底 甚至用公司抵押贷款 大肆买进柳氏的股票 年底了 柳氏集团按照惯例 召开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 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 柳夫指着我怒斥 谁让你进来的 滚出去 我说 这不是在开股东大会吗 你还知道是股东大会 你是股东吗 柳夫喊助理 叫保安 把无关的人赶出去 这段时间 我接连爆料 让柳氏集团的股价狂跌 董事们上门找柳夫吵闹 逼他想办法解决 他被催得急火攻心 恨我入股 所以也不顾什么脸面 和一荣一表了 我不慌不忙地说 柳先生 我 陈远 现在才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他眼睛更大 你说什么 你疯了吧 我连续多日抄底 买入了大量柳氏的股份 一跃成为柳氏集团 股份最多的大股东 他的助理递过来一份资料 柳总 最新的股东名单 您没有看吗 陈远先生 现在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柳夫看着资料 双手哆嗦 案上 他抬头指着我怒吼 你哪里来的钱 你偷了我家的钱是不是 还贪污了我公司的公款 报警 把这个小偷给我抓起 他还没有说完 几个警察走了进来 柳夫马上指着我 嚣张地说 几位兄弟 你们来得正好 陈远偷弃我家的钱财 还贪污公款 快把他带回去好好查查 警察不理会 静止来到他面前 亮出逮捕证 在这之前 我把柳氏夫妇 涉嫌犯罪的材料 整理好之后 复印了很多份 提交给了警方和法院 现在柳夫见警察 要抓的是他 惊呆了 不是 你们弄错了吧 怎么会弄错呢 他们夫妻俩 涉嫌不正当商业竞争 偷税漏税 行贿 原材料以次充好 等多项罪名 被抓是必然的 不光柳夫被抓 他老婆也逃脱不了柳 夫被抓走不久 柳如烟就得知了消息 他匆匆赶来公司 把我从会议室拉出去 暴怒的吼 陈远 你不是说放过我爸妈吗 为什么说话不算话 我回答 他们打我的事 我当场就签了谅解书 没事没有追究吗 那我爸妈为什么又被抓了 不是你送进去的 我好 笑 我没那么大本事 是他们自己犯了事 才会进监狱 可他们这么多年都好好的 怎么我刚跟你离婚不久 他们就犯事了 这就要问你自己了 柳如烟气的声音哆嗦 你的意思是我得罪了你 你就报复在我爸妈头上是吗 我爸妈哪里对不起你 是他们收购你的公司 让你有钱还债 是我爸拿钱帮你安排你父亲 让他如土为安 也是我爸把你妈送进医院 你妈才能活到现在 我爸妈对你这么大的恩情 你居然陷害他们 你还有良心吗 我冷笑了一声 你爸妈对我的恩情 你知不知道我家的公司是怎么垮的 是被你父母搞垮的 他们搞垮了我爸的公司 逼死了我父亲 害得我母亲卧床不起 你还要我对他们感恩戴德 柳如烟 你说的是人话吗 柳如烟愣了愣 尖叫 不可能 我爸妈是那么善良的人 他们怎么可能搞垮你家的公司 怎么可能害你爸妈 你少给他们泼脏水 你这个白眼狼 我冷冷的说 真正的白眼狼是你们 当初是我爸带着你爸做生意的 我爸的生意做大以后 又让你爸给我们提供原材料 我爸担心你爸资金不够 每次都是先给钱 让你爸去进货 你们家的公司能够一步一步做大 全靠我爸帮扶 可到头来 因为你的一己私利 你爸害得我们家破人亡 柳如烟似乎不明白 什么我的一己私利 你说清楚我回答 你三次追求我 被我拒绝了 你怀恨在心 在你父母面前哭诉 柳如烟的父母 非常宠爱这个独生女儿 从小到大 柳如烟要什么 他们都会想尽办法满足 在柳父眼里 她的漂亮女儿看得上我 是我的父亲 我就应该答应跟她交往 并且多多讨好她 但我却拒绝了柳如烟的表白 导致她每天在家里哭哭啼啼 摔杂东西 柳父觉得 她女儿的不开心是我造成的 为了让她女儿开心起来 她要逼我娶她 柳父亲自上门 向我父亲提过亲 我父亲知道我不喜欢柳如烟 也婉拒了 说孩子还在上学 恋爱的事 等他们毕业了再说吧 哎 孩子大了不由娘 年轻人的感情 我们当父辈的干涉不了 柳父觉得她作为女方 上门来求嫁自己的女儿 我爸却拒绝了 她感到非常丢脸 因此怀恨在心 从那以后 她就谋划着一步一步 搞垮了我家的公司 这样她既把我家的公司 占为己有 又让我成了柳如烟的枕边囚徒 可谓一箭双雕 我愤怒地说 你仗着你父母对你的宠爱 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 得不到宁愿毁掉 她说 我没有想毁你 更没有想毁你们家我胎 高嗓门 但我们家已经被你们毁了 是被你父母毁 等 你现在还来向我心事问罪 你哪里来的脸 你们一家三口 都是白眼狼 柳如烟无言以对 我不再理他 回到会议是说 柳总被抓了 他什么时候出来 或者能不能出来 还是个未知数 公司不能一日无主 我们重新选举董事长 把柳如烟闯进来后 选什么 我爸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他不在 也是我继承 现在我就是董事长 我反问 柳小姐的意思是 谁是最大的股东 谁就是董事长 是吧 对 柳福的助理在他耳边小声提醒 小姐 现在陈远是最大的股东 柳如烟跟他父亲一样震惊 然后也指着我骂 说我偷他的经营首饰 卖了换的钱 说我贪污公款 等他骂得差不多了 我冷冷地说 你有证据就去起诉 没有证据就闭嘴 再污蔑我 我会起诉你诽谤 在他面前逆来顺受的我 怎么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再也不是让他打骂的损货了 大家继续开股东大会 我的股份最多 柳福的股份第二多 柳如烟替他父亲开会 要跟我竞争董事长 股东们听见柳如烟要竞争董事长 纷纷摇头 因为柳如烟除了公司开联欢会 以公主的身份露个脸走个秀外 平时连人影都看不见 而我在公司兢兢业业工作了五年 在众人眼里 我谦虚谦卑 嗜苦耐劳 懂人情讲事故 工作能力也无庸置疑 为了拉票 我和他要各自讲述 怎么引领公司前进的构想 我让他先讲 柳如烟大概从来没有想过 要亲自管理公司 对公司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 谈的构想也是假大空 听得股东们连连摇头 我讲的时候 拿出了具体数据 有理有据的讲 我会怎么带领公司发展 结果当然是我赢了 我高票当选为柳氏集团董事长 随后我给公司改名为陈上集团 这是我爸爸以前的公司名字 柳如烟又跟我大吵一架 但没用 我是董事长 我决定的是 他改不了 我现在管理着两家公司 我开的那家也要准备上市了 每天工作忙得飞起 我无暇关注柳如烟在做什么 不知不觉 两个月过去了 柳如烟给我打来电话 我要见你 我跟他其实没什么好见的 但我还有一笔账要跟他算 我也想听听 他找我要说些什么 在茶楼的包间里 我看到了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 帽子 墨镜 口罩 长起脚踝的大衣 把全身都包裹得严严实实 根本认不出来是谁 陈远他开口说话 我才听出来声音 我嘲讽的笑了笑 是柳如烟吗 你这样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谁冒充的 他摘下墨镜和口罩后 我几乎不敢认 他的眼窝深陷 黑眼眶大的吓人 脸颊受血苍白 憔悴的不像样子 这灰头土脸的形象 还是那个刁蛮任性 飞扬跋扈的柳家大小姐吗 不能不说 他的变化非常大 以前他总是画着张扬的大衣农装 穿着时髦的高档 服装 走路的时候 他永远把头昂得高高的 以45度角看人 屁腻中生 现在 他把冒严压的滴滴的 坐在那里都全的小小的 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 以前他喜欢穿露胸露腰露大腿的衣服 全方位展示他的性感撩人 今天 他的衣服长得把脖子和脚脖子 都折得密不透风 就怕被人认出来 柳如烟憔悴是正常的 他父母被抓后 他想跟我争夺公司控制群 但他对管理一窍不通 输得一败涂地 那时候 他的心态就崩了很多 他不相信他父母犯了罪 花高价请律师 想救他父母出来 可他什么也不懂 每天东奔西跑 忙得焦头烂了 一个从来不操心的人 突然操心这么多的事 很难不憔悴 柳如烟看着我 露出一个笑容 却笑得比哭还难看 律师说 我爸妈可能这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我笑笑 岂止出不来 他们很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因为我父亲不是跳楼自杀 而是被他们推下楼的 原因就是 我爸发现了柳氏夫妇 算计我们公司的事 我爸去找他愤怒质问 他们就杀人灭口 事后却说是我爸被巨额债务 逼得跳楼自杀的 我赶到我爸身边的时候 他早已经弃绝身亡 我跪在他破碎的遗体旁 看着他面目全非的脸 拼命喊爸爸 他却再也不能答应我 而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看着灰白的天空 仿佛有满肚子话 想要告诉我 却再也没有机会开口 柳母在我旁边哀哀痛哭 柳父则一脸沉痛地对我说 你爸爸特地来找我 求我照顾你们母子 我以为他是因为欠债太多 要准备去坐牢了 没想到他竟然走上绝路 早知道我就该拉住他 保护好他是我的叔父啊 阿远 叔叔对不起你 他们的虚情假意 骗过了无数人 但骗不过我 因为我知道 我爸爸是一个坚强的男子汉 他绝不会因为欠债 抛下我和我妈 柳父老奸巨华抹去了一切痕迹 现场也没有监控所 因为我虽然怀疑他却没有证据 我似乎听见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柳如烟忙不迭地点头 你只要签个谅解书 我爸妈就不会判死刑 我问他 你说说 我有什么理由 谅解我的杀父仇人 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啊 我爸的 我妈的 还有我的 所有的钱 这个女人还真是天真 我鄙视地说 我稀罕你的钱嘛 再说 就算你爸妈判了死刑 你们也得赔偿我 我起身要走 柳如烟拦住我 陈远 算我求你行不行 他的脸上满是焦虑 泪光闪烁 似乎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 我心里毫无怜惜之情 五年前我也是这么焦虑 我也含泪求过他 可我换来了什么 换来的是无尽的谩骂和羞辱 我淡淡地问 你拿什么求我 柳如烟急促地说 我把什么都给你啊 还有 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你看在孩子的份上 放过他外公外婆吧 我好笑 你亲口说过 孩子不是我的 我那是 那是为了气你 陈远 你知道我很爱你 我讥讽地说 我知道啊 因为你爱我 所以你肆意侮辱我 骂骂我 殴打我 那样变态地爱 哪个男人稀罕 柳如烟辩解 我那都是因为太爱你了 可能是我的表达方式不对 但我真的很爱你 我打断他 你对不爱的人 头怀送抱 轻轻握握 对爱的人 拳打脚踢 肆意羞辱 你的表达方式不是不对 是超级变态 我转身就走 他冲过来 扑通跪在我面前 陈远 柳如烟抱着我的腿大哭 孩子真的是你的 我没有骗你 你别走好不好 我低头看着他 曾几何时 他是嚣张跋扈的大小姐 横行霸道 遗旨骑士 我在他面前背剑如狗 被他骂窝囊废 耸祸 卑微到了尘埃里 现在我们的世界 梦幻般的颠倒了 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这么一天 但我知道 我们的世界 迟早会颠倒过来 他父母犯的错 最终会反噬在他的头上 他也会为他的无知 和狂妄付出代价 我说 别说孩子不一定是我的 就算是 我们已经离了婚 你肚子里的孩子 也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大不离开 柳如烟在我身后哭喊 我只是爱你啊 我爱你到底有什么错 你可以不爱我 可你为什么还这么恨我 我站住了 我不知道 他是怎么好意思 说出这些话的 他对我的感情 真的是爱吗 古话都说 爱屋即屋 柳如烟如果爱我 不是应该也爱我的父母吗 可他父母让我家破人亡 他对我妈 也没有半点尊敬 他所谓的爱 只是因为得不到 而耿耿于怀的执念罢了 得不到 就毁掉 得到了也不珍惜 而是残酷折磨 这叫什么爱情 我有一大堆话 想指责他 想骂得他无地自容 但我突然又没了兴趣 骂他一顿又怎样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不需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我继续走 他追出来 大哭着说 我们好歹同床共争五年 每个晚上 我对你柔情蜜意 你也对我温柔有加 你都忘了吗 你敢说 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插楼外有人围观 我不想被人胡乱猜测和议论 我转身说 每个晚上 你对我柔情蜜意 每个白天 你却对不同的男人 投怀送抱 给我戴了无数顶绿帽子 你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谁的 你自己能弄明白吗 他喊不出来了 只有眼泪在不停往下掉 我操到他耳边 低声说 我对你温柔有加 是为了迷惑你 不然 我怎么能取得你父亲的信任 如果我不跟他发生关系 晚上不事情 他会给他父亲告状 柳夫就会对我齐心 所以我每天晚上 都是把他作为工具发现 而他却以为 我那是对他有爱 他可能不知道 男人做那事 并不需要爱 柳如烟地看我的眼神里 满是恐惧 他现在才意识到 我跟他结婚 从一开始就目的不纯 柳家以为 逼我做上门女婿 是拿捏了我 却没想到 一开始就是我在拿捏他们 高明的猎手 总是以猎物的形象出现 离开茶楼 我给律师打了一个电话 正式对柳家提起 明示诉讼 我要把柳家欠我的一切 都连本代理拿回 来 君子报仇 五年不晚 柳家欠我的债 我一分一厘都要算得明明白白 柳如烟收到传票以后 又跑来找我 他痛哭流涕地说 你真的要将我赶尽杀绝吗 我爸爸妈妈出不来了 我还怀着孩子 你把我的财产全部拿走 你叫我孤儿管母的 怎么过日子 我冷冷地反问 你们当初将我家 也赶尽杀绝了 也拿走了我家的全部财产 你考虑过我怎么过日子吗 可我养着你啊 我不是一直养着你吗 哼 我笑了一声 你那叫养着我吗 我连你养的狗都不如 这话 不是比喻 而是事实 我在柳如烟面前 真的连狗都不如 我跟他结婚的时候 他家里有一条狗 是金毛 长得很帅气 但名字不帅气 柳如烟叫他小健健 结婚以后 只有我们两个人 他大声叫陈建南 我一愣 只见金毛飞奔过来 扑进他怀里 他抱着金毛在沙发上打滚 贴贴 十分亲热 然后他跟我说 他的大名是陈建南 跟你同姓 是你哥 你要对他恭敬点 好好照顾他 在那一刻 我的心里深感虚辱 却也只能咬碎了牙 往肚子里咽 原本他家里 有专门照顾狗 和做家务的庸人 我们结婚后 他就辞退了庸人 我成了他的庸人 不仅要伺候他 还要照顾狗 这两个都相当难伺候 金毛精力旺盛 每天要下去留几次弯 但我有大量的家务活要干 还要听柳如烟训话 晚一会带他出门 他就拆架 他拆毁的家只有我收拾 这只金毛的存在 导致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柳如烟给金毛 买最好的狗粮 买最好的衣服 买大量 玩具 他每天出门会跟金毛说 小剑剑 拜拜回来的时候 他会叫陈剑南 来 亲一个 他跟金毛聊天 问 小剑剑 陈阮南有没有欺负你 有没有偷你的狗粮吃 有没有偷完你的玩具 柳如烟对金毛 也不是天天都温柔以待 他喜怒无常 冲我发脾气的时候 也会迁怒于金毛 你们两个狗东西 老娘给你们吃给你们穿 还不把老娘放在眼里 今晚不许吃饭 金毛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搭拉着头 看看他又看看我 眼神可怜巴巴的 柳如烟训完我们出去后 我摸摸金毛的头安抚他 金毛贴贴我的手掌 当然 晚上不能吃饭的只是我 金毛的狗粮是不会克扣的 所以我在他眼里 真的连一只狗都不如 柳如烟眼睛一亮 说 你还记得那只金毛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养他吗 就是因为我对你爱而不得 没有跟你结婚的时候 小剑 金毛是我的精神寄托 现在你相信我有多爱你了吧 我冷笑一声 你把最爱的人叫小剑剑 你爱你爸爸 妈妈妈 那我怎么没听见 你把他们叫老渐渐 柳如烟的脸长得通红 如果在以前 他早就暴跳如雷 手脚并用对我拳打脚踢了 现在他在恼怒 也不敢对我动手了 没有了他父母的庇护 他在我面前什么也不是 过了好一会儿 他念如的说 我真的 真的很爱你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不想跟他讨论 爱不爱的话题 问他 你说金毛是你的精神寄托 那为什么卖掉他 他的嗓门又大起来 因为他抢走了你 陈远 你是我的男人 我不允许任何人规遇 狗也不行 我的拳头握紧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爱狗的好人家收养他 柳如烟恨恨恨的说 因为我不想让你把他找回来 他每天总是拆家 我心疼你 不想让你那么累 我开始非常讨厌金毛 可能是恨无极无吧 我讨厌他的名字 讨厌他拆家 讨厌他狗上人事 柳如烟一吼我 他就对我呲牙咧嘴 后来 我带金毛的时间多了 他跟我亲近起来 我不叫他的名字 轻轻吹一声口哨 他就飞奔而来 跟我在草地上打滚撒欢 我也慢慢喜欢他了 柳如烟不在家的时候 我带他出去溜湾 跟他聊天 那时候我的心里是很苦闷的 我被柳如烟折磨得抑郁了 有一段时间特别想死 因为觉得我活着没有尊严 也没有一点意义 只是担心我死了 柳家会放弃对我母亲的治疗 我才咬牙坚持着 金毛似乎能感受到 我的心情不好 他一会撒欢奔跑 一会来我身边蹭蹭 如果我一动不动 他就用爪子轻轻扒了我 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担忧 我的心被深深触动 金毛跟我的亲近 治愈了我 于是我在网上到处找兼职 努力赚钱 希望早点证供妈妈的治疗费 跟柳如烟离婚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才有了奋斗的目标和方向 柳如烟感觉到了金毛跟我的亲密 很不高兴 经常训斥我们 他甚至打金毛 我心痛 一个畜生知道什么 还为我背锅 我解掉绑金毛的绳子 放他离开 他却忠于主人 不肯走 柳如烟越打骂金毛 金毛越爱黏着我 在这个冷冰冰的豪宅里 我和金毛成了相互的依靠 有一次 柳如烟大概在别的男人面前受了气 回来就发疯 冲着我一顿大骂 骂着还不解气 他命我脱光衣服 拿着金毛胆子暴打 打得我背上全是血痕 金毛开始惊慌的躲闪 害怕打到他身上 后来呜呜呜替我哭 再后来 柳如烟拿着菜刀出来 要够我的耳朵 金毛怒了 冲上去咬住他的手腕 金毛没有用力 他只是想阻止柳如烟 不是要咬伤他 柳如烟却吓着了 金毛放开我的耳朵 金毛咬着他往厨房拉 直到他把菜刀放回厨房 才放开跑出来 柳如烟追出来 指着金毛痛骂 说他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我才是你的主人 我给你买最好的狗粮 给你买最豪华的狗窝 给你买数不清的玩具 你却为了这个狗男人背叛我 金毛大拉着脑袋不吭声 任由他骂 星期一 我去上班 下班回来 发现金毛不见了 我到处找 看见和金毛有关的所有东西 都不见了 他的房子 狗粮 玩具 全部都消失无踪 我心里生起不好的预感 柳如烟晚上回来 我问 狗狗呢 他一巴掌打过来 你老婆回来了 你不先问候你老婆 却问候一只狗 怎么 他才是你老婆吗 他把我打骂够了 才轻描淡写的说 我把金毛卖了 我的心一跳 为什么卖掉他 卖给谁了 柳如烟冷笑 一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我不卖掉他 留着干什么 卖给狗肉贩子了 对了 明天你买点狗肉回来 我想吃狗肉 那时候 我就想掐死他 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怒气 我告诉自己 柳如烟欠金毛的这笔账 我会帮他讨回来 现在想到金毛的离开 我对柳如烟还很痛恨 我看着他说 这些年 你们柳家对我家做过什么 我都清清楚楚记着 你父母坐牢也好 判死刑也好 是他们最有应得 我爸爸的死跟你没有直接关系 你不会坐牢 但这五年你对我做过的事 你敢让我一一还回来吗 他愣住了 半想说 可我是个女人 我打断他 女人又怎么样 女人犯了错就不需要改正 女人就可以对男人家暴 女人就可以随意处置一个生命 在我们国家 人人平等 女人犯了罪 一样要坐牢索 以我警告你别再纠缠我 不然我会报警 柳如烟眼泪汪汪的看着我 嘴唇哆嗦着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转身走了 几天后 我妈突然打来电话 柳如烟来医院了 我心里一沉 他又要干什么 他要见你 我怕他气坏了我妈 马上赶去医院 走进病房 我看见柳如烟 大着肚子 跪在我妈的病床前 哭着求 妈 我肚子里真的是您的孙子 您让陈远跟我复婚吧 孩子这么大了 我不想让他生下来 就没有父亲 我妈冷淡的说 我儿媳妇都没有 哪里来的孙子 我跟陈远结婚五年了 孩子就是他的 结婚五年 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 柳如烟以前 从来没有来医院 看我妈也 也没有含义 生妈 他根本看不起我妈 现在去求我妈 任他做儿媳妇 我生气的把他拉起来 你搞什么 出去 他抱着我的胳膊 嚎啕大哭 陈远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真的很爱你啊 我知道错了 我改 我全都改 你也打骂我五年好了 不 十年都可以 只要你原谅我 我给你当一辈子奴隶 都没有关系 我们的孩子 不能没有爸爸 呜呜呜 我低头看着他 柳如烟 对我来说 你的爱一文不值 别说我没有爱过你 就算爱过 这五年你的所作所为 也把我对你的感情 消磨殆尽了 我跟你永远都不可能复合 柳如烟哭着说 可我不能没有你啊 没有你 我根本活不下去 是啊 他没有了父母 没有了公司 也没有了财产 又不会工作 确实没办法活了 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跟他非清非故 只是一个被他害的家破人亡 受尽虐待的前夫 我凭什么要管他的死活 我淡淡的说 活不下去 那就别活了 他的眼神很绝望 陈远 没想到你对自己的孩子 都如此狠心 好 这个孩子我不要了 我会打下来给你看看 他到底是不是你的孩子 我没有理他 柳如烟一步一退 退出病房外去了 我妈担忧的看着我说 阿远 他会不会真的要拿掉孩子 我问 妈想留下这个孩子 老年人是不是都会因为 想要孙孙而心软 我妈摇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担心 如果他怀的是你的孩子 他拿掉了 你以后会后悔 原来我妈还是担心我 我摇头 我不会后悔 我想要孩子 以后有的是机会 我妈点头 妈不用担心 如果柳如烟怀的 真的是我的孩子 他一定想利用孩子和我 又怎么舍得拿掉 倒也是我的预料是准确的 柳如烟真的没有拿掉孩子 我从住院部下来 到了停车场 柳如烟站在我的车边 又恨悠悦的看着我 我得罪了你 孩子又没有错 你凭什么不要 你还是个男人吗 心眼比真还小 我冷冷的说 我这人 心眼的确很小 牙子必爆 你爸害死了我爸 我要他一命抵一命 你略带了我五年 你这五年的日子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他喊道 那我就让你这一生都不好过 陈远 我告诉你 我不会拿掉孩子 我要生下来 我要让孩子一辈子都恨你 我怂怂肩膀 随便你 我开车离去 由于我起诉民事赔偿 柳如烟父母的资产都被冻结了 但他的资产没有冻结 他是不会饿死的 只是不能像以前那样灰烬如土罢了 我妈开始催婚 她说 你娶了别人 柳如烟就没理由再缠着你了 我不想让我妈担心 说 如果有人给我介绍对象 我就去相亲 我妈很高兴 我儿子这么优秀 会有人给你介绍的没几天 我妈给我打电话 我这个医生说 他有个亲戚的女儿不错 你们见见吧 看看有没有缘分 我只能答应 周末吧 我这几天有点忙 好 那我告诉医生 星期五的时候 我妈叮嘱我 你好好理个发 买一套新衣服 今天晚上早点睡 别熬夜 别黑眼圈 明天相亲的时候精神点 还有 对女孩大放点 不管看没看上 也请人家吃个饭 传出去也有个好名声 我一一答应了 然后我真的去相亲了 对方不算漂亮 但也不丑 没化妆 打扮很随意 我开门见山的说 我离过婚 他说 离婚不是犯罪 法律也没有规定 离婚的人不能再婚 倒是个有趣的姑娘 我问 你为什么来相亲 他说 我姐老夸你厉害 我就想来看看 你到底有多优秀 你姐 他露齿一笑 就是给你妈妈治病的医生 医生说是他亲戚的女儿 没说是他亲妹妹啊 我问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教小孩子跳舞 聊了一会儿他的工作 我转过话题问 你对我的情况了解吗 他点头 很了解 你妈妈跟我姐讲的时候 我正好在我姐那里 女孩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 我倒没有包袱了 其实 被柳如烟家暴五年后 我觉得不管哪个女孩 都比她可爱 比她漂亮 而且这姑娘脸上满是自信 又爱笑 很讨喜 我觉得 爱笑的女孩 脾气不会差 最后我俩都表示 相处一下试试 爱笑的女孩 身上有一种感染力 每次见面 她笑容满面向我跑来 还做几个轻盈的舞蹈动作 我也会不由自主地微笑 约会没几次 我们就亲密了许多 我会牵着她的手 她也会挽住我的胳膊 我意识到 这就是恋爱的感觉 说来可笑 我在一段婚姻里生活了五年 却从来不知道恋爱的滋味 现在 是我的第一次恋爱 我感到很美好 想到她的笑脸 我会情不自禁地微笑 想要天天和她腻歪在一起 幸福的日子过起来很快 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 这天我妈打来电话让我 去一趟医院 我到了医院 看见柳如烟在病房里 抱着一个孩子 按照日子算 她应该生了 但还没有出月子 平心而论 孩子很可爱 小小的脸酷似柳如烟小时候 以后这孩子能笑了 应该也像柳如烟小时候一样惹人爱 但不知道 柳如烟会不会像她父母宠她一样 把这个孩子宠坏了 我妈说 你跟孩子去做个亲子鉴定吧 是你的 就给抚养费 我答应了 我和柳如烟带着婴儿去抽血 针扎入孩子的小手指头时 孩子哇哇大哭 柳如烟温柔的哄 女儿不哭 抽血血跟爸爸做了鉴定 她才认你爸爸这个词语 击中了我的心房 但我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把血液样本密封后寄走 我就回了病房 我妈问 你没送送她 我摇头 没有虽然她抱着婴儿的样子很可怜 但她的可怜不是我造成的 我不想当个圣母 我妈点头 没送也好 不然小徐知道了会多心 小徐就是我的现女友 我妈有点担心 说 如果孩子真是你的 小徐会不会嫌弃你 我说 我跟她谈谈 我妈叹气 如果她嫌弃 也没办法 只能说明你们的缘分不够 你也别恨她 我安慰她 我不会恨她 妈别担心 和柳如烟给我的伤害相比 小徐就算跟我分手 这一点点伤害 实在也不算什么 我没必要恨她 我跟小徐谈过后 她问 亲子鉴定还没有出来吧 没有 一个星期才出来 那还不一定是你的呢 万一是呢 那就给抚养费啊 孩子是无辜的 你也不是给不起 我被她逗笑了 你真善良 如果是柳如烟 得知别人生偶的孩子 哪怕还不确定 她也能闹个天翻地覆 不仅打我 还会去打那个女人 小徐比她善良多了 小徐调皮的歪着头一笑 善良是人的本性 老祖宗早就说过了 人之初 性本善 我大笑起来 心里却想起了小时候的柳如烟 明明很乖巧可爱 也爱说爱笑 长大以后 却变得面目全非 是啊 人之初 性本善 但性相近 习相远 狗不叫 性乃千 老祖宗说的真的太有道理了 柳如烟的变化 她父母要负很大的责任 性子鉴定是寄到柳如烟家里的 一周后 她来找我了 小徐刚好在我的办公室里 她听见门卫说柳如烟要见我 看向我笑 你前妻来要抚养费了吧 我挑眉 跟我一起去看看 好啊 小徐笑着说 我看她会不会狮子 打开口公司大门口 柳如烟抱着孩子 看见我和小徐手挽手出来 柳如烟愣愣了愣 一脸敌意地问 陈远 如果离了婚 你也不许交往别的女人 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我怀疑她的精神不正常了 我冷下脸说 柳如烟 你曾经要求在离婚协议上 写下这句话 要我不能交往女友 也不能搬出你家 我拒绝了 所以离婚协议上并没有这一条 她打断我 失控的吼 我不管 我说了 你是我的男人 我不允许任何人觊遇 连狗都不可以 何况一个贱人 我大怒 柳如烟 如果你脑子有问题 就去精神病院好好查查 别来我这里撒眼 要说贱 你才是天下第一贱 这天底下就没有比你更贱的女人 她眼睛瞪圆 颤声说 你骂我 陈远 你敢骂我 我将袖子一挽 我骂你怎么了 我还想打你 如果不是看在你抱了一个小孩子的份上 我现在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你别以为我不敢对女人动手 小孩子被我的声音吓着了 哆嗦了一下 哇的哭起来 小徐紧紧抱着我的胳膊 生怕我对柳如烟动手 她小声说 别冲动 我看向小徐 回去把小徐连连点头 我们转身走 等等 我还有话问你 柳如烟跑到我前面 把亲子鉴定砸过来 冲着我叫嚷 你给我一个解释 孩子为什么不是你的 为什么 我拿起鉴定报告 看见我跟孩子确实没有血缘关系 我淡定地回答 我不想让你怀上我的孩子 所以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每次玩试后 你吃的维生素 我都换成了B子药那时候 她吃药 喝水都是我味道嘴边 她根本不细看药有什么不同 柳如烟的眼睛震惊得瞪大 原来是这样 难怪我们结婚五年 我的肚子都没有动静 但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我 而只是骂我窝囊废 无能多少次 她心情不好就骂我无能 生不出来孩子 柳如烟愣了半场 又不明白了 可我最后还是怀上了 这孩子不是你的 那是谁的 我耸肩 你经常醉醺醺地回来 有哪些人碰过你 你真的没有印象吗 她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那时候 柳如烟为了让我吃醋 也是为了羞辱我 经常换不同的男友 还带回来刺激我 如果我爱她 只怕会气得发疯 可惜 我对她没有半点爱意 所以不管她和那些男人 有多亲热 我心里也没有一点波澜 是亏的反倒是她自己 她可能以为她防守很严 但女人又怎么玩得过 男人的心念 她在不知不觉中就中了招 所以现在 她连孩子的父亲 是谁都弄不清楚 柳如烟抱着哭泣的孩子 失魂落魄地走了 小徐叹息了一声 搂着我的腰说 那五年 你很痛苦吧 我拍拍她的手说 哎呀 你竟然说甜言蜜语 好肉麻我笑了 原来我也是会说甜言蜜语的 不久 柳如烟的父母判决输下来了 他父亲是害死我爸的主犯 被判处死刑 他母亲是从犯 因为也帮忙推了我爸 背叛无期 我也赢了民事赔偿官司 柳家夫妇的私人财产都赔偿给我了 我到爸爸的坟前烧纸 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小徐也跟我一起 他一边烧纸一边说 叔叔 阿远这些年吃了很多苦 不过他现在已经苦尽甘来了 也为您报了仇 叔叔放心 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侧头看他 火光映照着他的脸颊 红通通的 特别漂亮 在这一刻 我决定了 要把这个好女孩娶回家 不久 我和小徐举行了婚礼 因为我给我妈用的全是最好的药 我妈的身体也慢慢 好了起来出院了 他回到我买的新房子里 点着头说 好好 我们又有自己的家了 我眼眶湿 论了 从爸爸过世后 我妈住在医院里 我住在柳如烟家里当狗 我们这五年都是没有家的人 现在 我有了房子 有了妻子 妈妈也回到了身边 我们又有家了 我妈高兴之下 又开始催生 你们早点生个孩子 趁我还能动 好帮忙带孙孙婚后第二个月 小徐就怀上了 我又惊又喜 我妈更是高兴 每天都问小徐 想吃什么 怕他胃口不 好编着花样给他做 十月怀他一招分娩 妻子生下了一个 七惊半重的大 胖小子 我妈抱着就哭了 老头子 我们有孙孙了 我们儿子有出息 他把公司也拿回来了 比我们以前的公司还大得多 我也热泪盈眶 这是高兴的泪 是幸福的泪 是苦尽甘来 好人有好抱的泪 不过 我们的幸福 却反沉出了柳如燕的惨 因为他被抓入狱了 判处无期徒刑 审判细节公开后 我才知道柳如燕杀人了 杀死的是他的现任丈夫 他的现任丈夫 就是他女儿的亲生父亲 也是个富二代 他找到孩子的亲生父亲后 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就带着孩子朝上门去 富二代知道他有孩子了 女儿又长得很漂亮 很高兴 表示要娶她 但富二代的父母坚决反对 因为我以前把柳如燕家暴 我和出轨多人的照片 发到了网上 他也算是臭名远扬了 富二代的父母骂他 这种女人养的家吗 他能家暴第一任丈夫 就不能家暴你 说不定我们老了 他还要家暴我们 名声臭大街 以前能婚内出轨和你上床 以后他一样会和别的男人上床 你是要让我们的脸都丢尽吗 生个女儿有什么稀奇 这种不是名正言顺 结婚生下来的私生子 我们不会忍 你敢娶她 我打断你的狗腿 富二代打小被他父母惯坏了 也是个相当叛逆的人 如果他父母不管她 他和柳如燕玩一段时间 腻了 自然会甩了她 乖乖回归家里 可他父母非要逼她 马上和柳如燕断了 富二代被激怒了 直接跟柳如燕领了证 他父母勃然大怒 宣布跟他脱离父子关系 把他的房子车子全都没收了 他父母还起诉 说他借了父母一千万 让他马上还回来 于是他的银行卡 也被法院冻结了 富二代本来就是一个 不学无术 有手好闲的家伙 整天在外花天酒地习惯了 现在突然什么都没有了 哪里受得了 开始他还硬撑着 不向父母服软 没钱就用柳如燕的 可柳如燕也没多少钱 只能带着孩子去打工 他虽然有大学文凭 但从来没有工作过 快三十岁的人了 没有工作经验 没有工作技能 什么也不会 还带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 没有哪家公司愿意聘用他 他又有家暴的丑闻 想在幼儿园里 应聘一个生活老师 学校都不敢要他 最后 他只能当一个 扫大街的清洁工 这个工作不挑他的学历 也不需要工作经验 他还可以把孩子 背在背上做事 可这点工钱 哪里够富二代挥霍 两三千块钱 还不够他打一下午的牌 富二代没钱用就想他要 没有就打他 还逼他卖房子 柳如燕那套别墅 以前很值钱 现在房价大跌 卖不了多少钱 再说 他也知道 这房子卖了 钱马上就会被富二代 全部拿走 输个金光 那他和孩子 就再也没有其身之地了 柳如燕不肯卖房子 经常被富二代 打得鼻青脸肿 他受不了了 提出离婚 结果激怒了富二代 他大骂 老子娶了你 才被我爸妈赶出家门 现在你让我一无所有了 还想甩了我 做梦 富二代掐着柳如燕的脖子 左右开工 接连抽巴掌 有时打在柳如燕脸上 有时打在孩子脸上 孩子哭得惊天动地 柳如燕听见孩子的哭声 急得用力踩了他一脚 富二代更怒了 他将柳如燕拦腰抱起来 用力摔出去 孩子从柳如燕的手上掉下去 倒栽葱撞在水泥地上 柳如燕也摔倒在地上 爬起来看见孩子满头鲜血 连哭声都没有 吓得尖叫 宝宝 宝宝你怎么了 别吓妈妈 富二代也吓着了 呆呆看着娘俩 柳如燕惊慌失措 打了急救电话 但医生来后 一检查 痛惜地摇头 已经没有生命特征了 柳如燕不相信 坚持送孩子去医院 可孩子的身体越来越凉 到了医院 医生也无力回天 柳如燕从医院失魂落魄地回来 富二代没事人一样 坐在那里喝酒 问他 死哪里去了 柳如燕没有说话 他的心思全在女儿身上 那么可爱的女儿 说没就没了 他悲伤地哭都哭不出来 富二代却怒了 扑过来就打他 老子问你死哪里去了 你是不是又勾引眼男人去了 说话 说话 他抓着柳如燕的头发 一拳又一拳 往柳如燕的脸上砸 柳如燕的眼睛 都被打得睁不开了 头痛欲裂 他想到了孩子的惨死 想到自己也要 被这个男人打死了 他怒重心投起 恶向胆边生 抓起桌子上的酒瓶 反手砸在富二代的头上 咚的一声 富二代猛了 他的头被砸得晕乎乎的 过了片刻才回过身 更是暴怒 柳如燕砸了一酒瓶后 借机赶紧往外逃 但他刚到门口 柳如燕被打得惨叫连连 后来都尿湿 静了 留了一地 富二代一脚踩在尿液里 扑通滑倒了 他想爬起来 结果又滑倒了 柳如燕回过身 赶紧抓起酒瓶 冲着他的脑袋死命砸 不知道砸了多少下 他也不知道砸成什么样了 他脑海里就一个念头 不能让他站起来 就在这时候 砰的一声 门被打开了 几个警察冲了进来 后面跟着富二代的母亲 原来 柳如燕带孩子去医院的时候 富二代给他母亲打来的电话 他说 您孙女儿摔倒了 不知道能不能救活 一会儿柳如燕回来 肯定要把我打死 我死了 这辈子就不见你们的了 他母亲虽然生气 他娶了柳如燕 但到底是亲儿子 得知可能要出人命 心里也慌了 一边报警一边赶了过来 到了柳如燕的家后 他打电话 儿子不见 警察喊门 也没人开 警察就破门而入了 他们进门就看见柳如燕 拿着酒瓶 死命砸富二代的脑袋 警察赶紧把柳如燕 拉开控制起来 富二代的妈上前查看 发现儿子没有呼吸了 大放悲声 他指着柳如燕问 你为什么要打死我儿子 为什么 柳如燕这时候也一心求死 说 他害死了我女儿 我要他抵命 后来经过审讯 柳如燕才说出事情 他是被富二代家暴的尿尸 尽了才反抗 案例说 他这属于防卫过当 不至于判得太重 但富二代的父母 不认可柳如燕的交代 认为他撒谎 说他是有预谋地 最后法院就判了柳如燕无期 我看完这则报道 心里并没有大厨得报的轻松感 因为不管柳如燕 坐多少年的牢 哪怕他被判死刑 我爸爸也回不来了 我的父亲本来是不应该死的 如果他还活着 此时他跟我母亲携手散步 一起带孩子 该是多么幸福 就因为柳如燕对我的执念 害得我爸爸一年早逝 害得我妈住院几年 害得我受了他五年的折磨 他有今天的下场 我只能说是他的报应 我的电话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了 哪位 陈远先生吗 我是柳如燕女士委托的律师 我的声音一下冷了 律师先生打错了吧 我跟柳如燕女士并无交集 那边说 没有弄错 柳如燕女士说 他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你父母 他这辈子可能在监狱里出不来了 要把他的房子转给你们 算是一个补偿 我笑了一声 他是想让他自己得的心安吧 陈先生也可以这么理解 柳如燕女士说 如果陈先生不接受这套房子 也请您帮他卖掉 把钱捐给福利院 以及那些照顾流浪狗的机构 我想起了他那个早逝的孩子 也想起了金毛 答应了律师 我把柳如燕的房子卖掉后 一半捐给了福利院 另一半捐给了照顾流浪狗的机构 忙碌了好几天才办完这些事 我回到家里 老婆叫我 老公 来抱抱儿子 他要你 来了我跑过去 把孩子高高顶起来 脑海里划过我小时候 被爸爸顶在头上的那一幕 亲爱的爸爸 愿来生 我们还是一家人 全文完